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际,美国两艘军舰,上周六从台湾南部穿过台湾海峡,摆明就是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方。 国台办主任刘洁一批平华府辞举伤害台湾同胞的利益,伤害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,并警告台湾方面,不要帮美国打台湾牌。 据台湾防务部门消息,美国两艘军舰7日上午,由台湾南部海域航经台湾海峡,这番话可为一针箭血,这次并非是美军军舰首次航经台湾海峡。 倒是台当局罕见主动公布相关消息,认为这是华府有台,挺台的表现,以为有了对抗中国大陆的筹码,于是恨不得敲锣打鼓地向全世界宣布台湾的靠山是美国。 这样的想法和其天真幼稚,台当局该不会以为中国大陆会坐视华府胡作非为吧。 连台湾网友都说,大陆战机今后绕台将会更频繁,华府政治圈也传出声音说,美国爱台湾,但不要爱死了台湾,由此看来,美国之余台湾不过是恐怖情人,台当局还是别高兴得太早了。 当下,两岸关系因民进党蔡英文政府,不承认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而陷入冰冻期,美军军舰在此刻通过台湾海峡,显然绝非只是自由航行这么简单。 中美贸易战已于上周五正式开始,华府企图用经贸捆绑军事的手段,并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,加大向中方施压的力度,从而逼北京就范,但这样的伎俩只是徒劳。 特朗普去年,上台后便频频打台湾台,通过友台法案,派高官绑台,还放出风声说要派海军陆战队,进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,提高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过境美国的待遇,中方因此屈服了吗? 中方飞弹没有屈服,反而作出有力反击,中方军舰,战机绕台已成常态化,台湾史无前例的一个月内连失两个邦交国,中方拒绝与美方就航空公司标注中国台湾仪式进行协商,在中美贸易战方面,中国毫不畏惧,冷静应战,正是兵来将党,水来土掩,美国的台湾还根本吓唬不了中国大陆, 一中原则不可谈判和交易,是中方坚守的原则和底线,美方一而在的挑衅行径,动摇不了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一致,自美台于1979年断交后,迄今共五次穿越台湾海峡,第一和第二次发生在1995年、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,第三次是2007年, 美国小英号航母访问香港被拒后穿越台湾海峡,第四次是去年跟踪进入台湾海峡的辽宁号航母,第五次就是近日以自由航行为游航经台湾海峡, 由此可见,往年美舰穿越台湾海峡,都是针对某一事件,而施压或报复,但如今特朗普已挥舞打击中国的大棒,美舰使经台湾海峡,是否常态化值得高度关注,届时,台海局势必将升温,倘若中美在台海擦枪走火,台湾也不会有好日子过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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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